警察不是要杀人耶 警察是要抓啊 是要抓罪犯 你在那边讲说你跟军事无关 你再说给谁听啊 这根本就是在唬人嘛 这个坦白来讲 白人就是在对X交差嘛 到处在兜人啊 更多警察要加班 治安难道你就不顾啊 我有这个非常荒唐 这个一定是X交办的 1月如果确定当选 我跟你保证一定做 传出要扩编警政署的保二总队 那这个保二总队要帮他们 实施一个军事训练 那军事训练里面有哪些 有可能又被侧面了解 就包含了像是手榴弹的投掷啊 城镇站等等的 所以就被大家认为说 是不是要让警察成为第二陆军 那我们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他就提到说 是不会让警察去执行军事行动 可是他应该也没否认 这个训练内容确实要扩增这些啊 林又昌讲的那叫废话啦 什么叫军事行动 那你受的训练是军事训练 那做的不就是军事行动 对啊我不懂哎 是嘛所以他也没说 那个是不存在的啊 不因为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因为警察跟军人是很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啊 军人的任务是要杀敌保家卫国 对不对 警察不是要杀人哎 警察是要抓 是要抓罪犯 把他神志以法嘛 对不对 所以警察的任务不是要杀人 他是要抓人啊 那所以他受训是不一样的 是 因为他要抓人 所以他要研判情报 对 他要去布置县民啊 然后要知道怎么问口供 套出犯人等等啊 或者对那个犯罪现场做研判 这一类这个是警察要学的啊 军队不是这样的 军人要学的就是杀敌 杀敌嘛所以体力嘛 还有使用各种武器的能力嘛 还有战术啦布阵啊这种嘛 所说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那你现在说 顾守台电啊 还有台积电啊 那个自来水厂啊 科技人区啊 需要用到冲锋枪 九榴弹 到底有没有要在警局放置刺针飞弹啊 这个没有 这个还没有被证实吗 这个还没有定案 这个是 这个是国防部在那边讲 说要把警察纳入训练 那警政署就呛他一句话说 那你先把赤针给我再说 是这样来的 所以表示还没有这个规划 可是现在就是 因为我们由育兰立委 他所公开的资料 那个训练课程我算了一下 160个小时就有86个小时跟军事有关 比如说就过半了 对啊 比如说你使用的武器啊 步枪 而且他那个叫轻自动步枪啊 那个绝对是军事性的啦 那甚至还有冲锋枪 有手榴弹 所以你在那边讲说你跟军事无关 你在说给谁听啊 然后还有巷战 还有城镇战 城镇战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啊 你要保护一个电厂 为什么会需要城镇战 是 所以这根本就是在唬人嘛 这个坦白讲 白了就是在对美国交差嘛 又是一次啊 本来就是啊 这个 又来了 郑立文他的脸书就写这一点 他说哪一点不是为了向美国交差 对 比如说 那个教育部接到了国防部的公文嘛 叫他列出名册对不对 对 请问你教育部为什么要同意 要造册学生的名单嘛 请问法员是什么 你教育部没有理由同意啊 是 然后就交了 对 所以这表而且 而且相关的法律都还没过 对 他就先先运作了 对 这个只能够有一种解释嘛 就是有比国防部更高的单位 要求你教育部要照做嘛 就直接下指令 至少是行政院 对愿即的 当然啊 当然是这样啊 然后接下来义务役延为一年 这个通通都是配合美国要交差嘛 就是人家觉得你兵力不足嘛 那第二个就是登陆之后 你内部势必就会发生一些 那个地面作战嘛 甚至城镇战巷战嘛 让他觉得你的兵力不够嘛 所以呢我们政府就决定要训练 五千五百个嘛 对 这表示他到处在兜人啊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你警察也多少贡献一下吧 我们来念一下 那这个这件事情啦 据传就是警政署要征选 120名的战训教官 那是教官 对教官 四个礼拜训练 然后五千五百名的园警要被培训 然后训练的时间大概长达四周 那我们再讲一次 就是包含手榴弹的实弹投职 还有重机枪以及城镇战的课程 五千五百位耶 我跟你讲啊 我去查了一下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警察吗 七万多不到八万 对不到八万啊 那目前缺额多少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警政署说缺额大概是四千多 你是距离满边 对啊 那那个警员 那个警察权益促进会的人 认为缺额将近一万 所以理想状况下要八到九万 甚至 他的满额就是七万多 你刚讲对了 可是从来没有满额过 那现在缺额多少 警政署认为只有四千多 那警察权益促进会认为将近一万 那表示警政署对缺额就是 扩大估计嘛 他认为那个就算了嘛 那可是真正在上班的人 就觉得那个人哪里是警察 他又没有在帮我们跑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在加班 就是比如说他 他上班事常不是八小时啊 很多人都上到十到十二小时 为什么 因为有些任务某些人是不能去的 可是警政署把他当作是警察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警察基层那个权益促进会员 就会觉得说缺额很大 什么啊 什么会被当作是警察 这样算 可是他又不能一起出任务的 他可能是文书啊 然后这样也被他算在警察 当然啊 就是这样啊 那还有一些美女啊 美女他可能只是说 他站站纲的啊 或者只是像立法院那种单位 不会有重大刑事事件的嘛 对对对 不是重大刑事案的嘛 对 如果立法院出现了重大刑事案 你认为立法院的驻慧警能办案吗 能够跟他们做枪 他们保留是只有在行政院长来的时候才要嘛 对不对 对啦 所以我就在跟你讲嘛 这个 你去想啊 他就觉得我的编制不够 我还缺额状态 你还要调我5500个人去受训 然后要受训四个以下 那你去想一想那阵子 你是不是更多警察要加班 或者是我们的治安难道你就不顾了 而且这个非常荒唐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治安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在恶化中 对不对 连赖清德都承认 增加了那个 那个枪支嘛 泛浪还有毒品嘛 对不对 连赖清德都把它列为政见 结果你这个时候还要去调训 我人都已经不够了 你还要去调训 那你以为警察都没事干啊 警察很忙欸 而且你去调训这四个礼拜 我说回来之后了 坦白讲你又用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又没有在战争 可是他有说什么时候要开始吗 据说是会越快越好 我跟你讲那个 由育兰出事的那个所谓120个教官 那个公务已经来了 所以很快的 可是他们需要总职教官 所以就是那120个先受训一个月 然后他们就会分发到各县市 就是这样啊 所以是立即的啦 这也难怪 因为蔡英文他在这个 去年的国庆演说 曾经说过守土卫国 从来就不只是军人的事 所以那很多人就是把他倒回来去想 想到当时他那个国庆文告上面 更觉得就是他是不是早就已经 打算要推警察 我我跟你讲啊 那对不起啦 你讲那个说说军民 你真的被侵略你军民哪有分啊 对不对啊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这个嘛 我们是在讲说 你如果认为军兵力不够 那请你扩军嘛 对 你不要用警察 军警到时候角色又混淆 而且讲白了警察那么倒霉啊 警察的退休待遇 跟他的加急都远不如军人 而且还被砍过了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要来担负这个军人的受训 而且你要知道啊 我们现在连练军校都不足了 那如果到时候警察也要受军事训 要求连警校 到时候都没有人愿意来当警察啊 我跟你讲就变成这样啊 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被投入这个训练 而且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件事啊 我们自从连改之后啊 那很多老警察就不愿意退休 因为他退休已经被砍了 对 所以警察的平均年龄不断的在上升 因为他不愿意走啊 他不愿意走啊 我们现在的警察的平均年龄 我看了一个资料2019年啊 这是2019的哦 对 42岁 平均年龄 但现在已经更大了 42 那这个40岁以上的啊 占36% 哦 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个 受训他会找40岁以上的吗 不会嘛 他一定是找年轻的 对不起啊 年轻的就是64% 那你再给我抽5500个 那是要干嘛 好可怕 这样治安好可怕啊 后来就是啊 你那个真的要去 除了那个体力很好的老警员啊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警察也蛮优秀的啊 可是基本上40岁以下的才应该是 抓犯人的阻力嘛 对 你体力才撑得上嘛 是 不是吗 那可是 这种这个所谓的 这种特殊的训练啊 我跟你保证他已经找年轻人啊 那怎么可能找啊 40岁以上的人去 不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 我坦白说这个一定是国安会交办的 国安会根本就不管你 不管你内政部到时候治安要怎么调度了 他根本不管你 所以让你认为这不会胎死负重 这不会见光 我就跟你讲这个就是在对美国交差的嘛 一无一言一年 跟郑立文咨询那个教育部 提供名册 可是教育部那个后来吹啦 没啦 那个什么哪有吹的 类似你讲的啊 等义务一言为一年就又开始了 又回来了 我跟你讲吹的是因为赖清德要选 赖清德一月如果确定当选 我跟你保证一定做 所以这个看起来也不会见光死 就继续下去 如果不是由于人 得到人家密报那个上课的课程 你怎么会知道啦 好可怕哦 还有许好的 这么小意思 这么很 Weird 这是知道的话 чтоб不想ar 因此